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等 我刚刚不是溺水了吗 我怎么来到岸边了 好奇怪啊 算了还是赶紧回家吧 等等又要被骂了 刚刚 那个水中的人是谁 我和他明明不认识为什么说我是他的妻 于谦谦 你是不是找死 这声音 是妈妈 妈妈 你怎么来了 你还好意思说你爸爸呢 去港海不管你爸爸死活 况且现在还在下大暴雨 我打死你一个逆子 不是啊 妈妈 我也溺水了 我迷路了 我真的找不到爸爸 我才不管你 要是你爸爸出什么事 我就弄死你 妈妈 我真的错了 我现在就去找爸爸 行 找不到别回家了你 我要怎么办呀 乖乖 跟我回去 好吗 什么声音 那个男人 怎么不见了 就是他救的我 撕 头开始痛了 算了还是赶紧去找爸爸吧 我一定会带你回家 千千 现在我也找不到爸爸 怎么办啊 等等回去会不会被揍啊 千千 等等 这声音 天啊 是你 上次救我的那个人 哇气哇气 好帅啊救命 夫人夸我帅了呢 哦 夫人 什么鬼啊 还有你上次为什么要救我 我明明和你不认识啊 可我认识你啊 你愿意和我回家吗 千千 我为什么要和你回家啊 我才不会跟陌生男子回家 你也别老是一口一个夫人叫了 我要走了 真是个奇怪的人 既然要我跟他回家 怎么可能啊 爸 爸爸 你回来了 你没事啊 昨天在海上迷路了 我都找不到你 说你是怎么回来了 你故意把我堵在海边的是吧 要不是有渔民救了我早就死了 你成心似的吧 于千千 没有啊 爸爸 我也溺水了 我迷路了 有个陌生男子救了我 你就继续编吧 我才不信 我说的都是真的啊 爸爸 你给我滚出去 你别回来了 不要啊 爸爸 我在外面我不知道去哪儿 我真的没有骗你啊 为什么啊 你们不相信我呢 我从小到大已经对你们百依百顺了 可每次因为一点小事就要揍我 既然你们那么不喜欢我 为什么还要把我生下来折磨啊 我真的快活不下去了 我有点想念那个男子了 但我已经季节了 应该不会来找我了吧 听说有人想我了 啊 是你 你来了 我还以为你不会来找我了 大哥哥 你真的可以带我走吗 我想逃离这里 我真的快喘不过气了 大哥哥 哼这个傻丫头 你愿意跟我回去吗 我愿意 哥哥求求你了 带我走吧 爸 说给我我紧我 嗯嗯 好 终于 可以逃离了吗 等等 怎么松开了 哼哼 刚刚发生了什么 不对 不是说要带我走吗 你去哪儿了 你出来啊 你别丢下我好不好 带我走啊 你不是说要带我走吗 你为什么要跟我父母一样抛弃我 你说啊 不行 你太大了 还是回去求求爸爸吧 爸爸 求求你了 开门吧 我真的知道错了 外面雨好大啊 爸爸 你终于开门了 破事多 你到底要怎么样 于千千 爸爸 我真的不是你们亲生的吗 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 是 你就不是我们亲生的 所以你可以滚出去了 我 真的不是亲生的吗 好吧 那我走吧 原来我和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连那位能救赎我的人都不要我了 雨怎么越来越大了 我看不清了 头 头好痛 等等 我这是被人救了吗 不对 怎么又是你啊 你干嘛要救我那么多回 我不能让你死啊 千千 你是我唯一的妻子 什么妻子不妻子的 你救我那么多回 我还以为我找到救赎了 结果呢 我就觉得我可以相信你了 你就突然不要我了 把我一个人丢在那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我真的快受不了了 不是啊 千千 你听我说 没什么好说的 我真的无路可去了吗 妈 妈妈 你个妮子 还敢出现在我面前 听好了 你不是我们亲生的 从小到大养你都飞紧 你看看我 连个好看的衣服都没有 对不起妈妈 但是你缺迷你币买衣服的话 最近有个白条迷你币的方法 我已经把她爱特在下面了 您过几天也可以去看看 就到那么多年你照顾我的报酬了 反正我也不是你们亲生的了 我走 你怎么又来了 我说了 我不会跟你走的 千千 你听我说 好吗 我只有三次机会带你回家了 只能每天中午十二点可以将你带走 昨天晚上我只是想说服你 但是好像你不开心了 假如你真的愿意明天中午十二点到那个大树下等我 我带你回家 相信我 千千 好吗 我真的真的很爱你 明天就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一定要等我 千千 三次机会 每天十二点吗 那我最后相信你一次吧 希望你不要再欺骗我了 我已经无路可去了 我只有你了 希望你信舍承诺 带我回家十一点了 去那个大树下等他吧 希望他一定要来啊 今天是最后一次了 快十一点半了 咱们还不来啊 再等等吧 应该很忙 等等 那是 有余仙仙 你无家可归了 爸爸 我不 应该是先生 请问你有什么事呢 有余仙仙 你敢这么对我说话 你 天恩信不信老子弄死你 真是个垃圾 当初捡你没个屁用 现在不孝静还辱骂 没见过你那么恶心的人 关你什么事 请你走开 好过不等到 你 十一点了 差不多了 该去接小媳妇了 终于可以带千千回家了 赶紧去人类世界吧 阎王爷 稍等 您不能前往 你什么意思 不让我带千千回来 不 不是 我们阎王殿有入侵者 什么 怎么那么多入侵者 不行 要快点解决 千千 你一定要等我 十一点五十了 咱们还没来啊 她不能骗我吧 之前都频繁出现 会不会是在戏弄我啊 不行 我要相信她 她对我真的很好 再等等吧 都已经十二点多了 真的不会不来了吧 我要不再等等 可能真的会来呢 千千 你还在 太好了 我还以为你不会等我了 啊 你怎么身上那么多切记啊 出什么事了 你有没有受伤啊 来了入侵者 刚刚打完 抱歉让你久等了 没事没事 那你真的可以带我走吗 真的啊 我们回家吧 千千 好 走吧 终于可以逃离了 谢谢你 对了 千千 你今天 为什么愿意等我那么久 你之前不是不跟我回去 就是生气 我觉得你对我真的很好 而且我爸妈偏偏打我 我真的受不了 千千 原来你说过那么多委屈 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 哈哈 那我们快走吧 等等 我让你走了吗 谁 妈妈让我回家干什么 还没到一点 还有时间跟她回去 开门 找我什么事 我只剩三十分钟 那么急干嘛 制罚千千 我现在不是你女儿 请你注重一下说辞 怎么 难道你真的想和那男子回家 比起在这受折磨 我还不如和他回家 哼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是个阎王 之前还误伤了你的亲生父母 我之前和他大战过 随我来 看到了吗 当年就是在这捡到你的 还以为你会有什么神力 结果屁又没有 哦 我忘记说了 阎王杀的你父母 但你父母的诗是被我在这扔下的 爸爸 妈妈 你怎么那么狠毒 怎么能说我很狠 是阎王杀了你父母 不过 你现在也没什么用 我也不会让你回去的 你就和你爸妈一块死这吧 哈哈 哈哈 什么 你 不 我会记不过我了 好难受 就比上次带着好多好难受 不料早 救命 千千 你没事吧 哼哼 我 我怎么在这 头好痛啊 千千 只剩十分钟了 我们快走吧 你一个人 我不放心 就过去看了 正好看见你被推下水 以后小心点啊 我父母是你杀的吗 千千 对不起 看来你知道了 但是 我已经救活了你父母 当年在海里找到 现在他们就在阎王殿 当年我误杀了 真的很抱歉 千千千 假如你不想跟我回去也没关系 我下辈子也一定会找到你 带你回家 无论是上穷必落下黄泉 我一定会跟你再续前缘 あ你闺顼就下来帮着 像愛的船 感谢观看